二战时期,日本总人口有7800多万人,却疯狂地在战场上各种叫嚣,他们在战场上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,当时为了让更多的日本人上战场,可以说是想尽了各种办法。 据说,当时日本征兵时,有一对新婚夫妇还正在度蜜月,男子告诉妻子自己不愿上战场,谁知妻子竟然为了鼓励丈夫,让他不再有后顾之忧,就自己在家喝了药,并且留下了一封遗书,说不想让丈夫因为自己而放弃效忠天皇的机会。 后来,这件事被日本政府得知,甚至还希望国内的女人都能为效忠天皇出一份力。 众所周知,在二战时期,日本为了鼓舞前线的战事,就命国内的女人组成一个特殊群体,并把她们按批送到各个战场。 在这其中,有十几岁的学生,还有刚结了婚的女子,还有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的妇人等等。 在这些女人中,有些是被逼的,有些却是自愿前往的。 在这些人看来,即便自己不能上战场效忠天皇,能为天皇最见小事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。 1938年秋天,在山东发生了一件搞笑的事,一个日本士兵有天刚从战场回来,就急匆匆地去小屋子排队放松,在外面排了将近六个小时才轮上她。 尴尬的是,她进门后发现里面的女人不是别人,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新婚媳妇。 由于每个士兵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,两人在这点时间里,就只是抱在一起互诉遭遇。 后来,到了晚上,这位士兵悄悄地把自己的妻子带出来,两人一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 后来,日本人觉得这件事是个丑闻,为了遮掩这件事便草草地结案,还命当时的人一律不许外传。